好 可是你还是有讲到的风景 我还是要讲民俗 因为这部片其实真的是民俗的一个 我觉得有点像是文化冲击 第一个冲击是生跟死的冲击 平常我们忙于很多事情 也不太会去想到说 亲掌门真的过世是怎么样一个局面 第二个是关于旅程这件事情 因为人从阳间到阴间 在不同信仰背景 或是完全没有信仰的人情况下 他都好像都是一个未知的旅行 可是看起来乍看 好像台湾民间信仰 会把一些事情弄得很settle down 好像会以为整个事 你就以为就是那样 照着他的安排的那些 可是子杰你真的相信这些事情吗 我们要不要来探讨一下这个事情 就是你真的觉得 一个不怎么有信仰 或不怎么如传统 比如佛教讲的 在做某种修炼的情况下 他真的就会如这个 一日一日的一些活人做的事情 他就会达到一个什么样子的境界吗 其实我觉得这些仪式 他有些部分他就是在抚慰生者 是 对是为了生者 因为其实到现在我都还不知道说 那我爸爸现在去了哪里 是不是真的去什么 几六四 如果说他还会回来跟亲人托梦的话 那是不是他就是 他的灵魂还存在我们之间 请问宁尊已经过世五年了 有梦见吗还是怎么样 我自己没有 就是我的其他家人他们有 那梦到什么 有一个是最近的 最近的那个我觉得特别有趣 就是我猜 他都怎么变回大蛮 这个大蛮没有 我一直想问他 你都没有接触了 你还要问他 就是我们从香港电影节 今年三月份 因为从香港电影节回来之后 就刚好是清明节 四月初的清明节 那我的小婶婶 我的三婶 他就梦到 每次都是我三婶梦到 就大概他有什么特别的体积 还是什么 对他就 我爸爸就回来告诉我 问他说 你们想要我保佑你们什么 对我就觉得 哇 是不是五年他就有那种 给予愿望的能力了 你说他已经什么 成仙 他变三婶了 对那就好像是 结果呢就三婶有立刻 三婶他很想说 很想说保佑我们大家赚大钱 你知道 但是他说不出来 在梦中他说不出来 他就对我爸爸说 保佑大家平安就好了 你说说不出来的意思 他觉得很内心 他觉得很羞愧 有可能 赚钱太世俗 太世快了 不好意思 希望我们夜市生意大卖 所以是家里真的有人在做夜市生意 没有没有 那是为了让画面再好看 OK OK 因为我觉得蛮感动我的 对 而且那个夜市 但是我觉得有趣的是 因为我后来搬到台北县 就是上海台北工作之后 到台北县住 然后竟然在深坑那样的地方 看到一个流动夜市 就是每个礼拜二跟礼拜五晚上才有 在一个庙口前面 那我觉得那就很像我小时候会去的那种流动夜市 好 我们刚才你大概了解这部戏的一个某个主旨 那可是我叫来问问演员 因为其实这个片中当然他们主要是有一个商家嘛 对不对 商家自己他们当然有很多很多的感触 很多的哀思 可是其实你饰演的是一个 是一个 台湾兵葬 一个公司 你饰演的是另外一个局外人 可是这个局外人他 我觉得最妙的是其实这个片中也不是刻意 他完全没有丑化这个角色 对 对不对 是 他完全是用就是你 你也像一个地方的大姐头 嗯 然后你也有点真情 嗯 可是你还是有点你的职业 职业化 我们这样讲好 嗯 你要不要讲一讲这个阿晴这个角色 我我我都这么形容阿晴 我觉得在台湾 我觉得啦 然后像这样子工作的人 他们就像是可以开开关的 哦 对 当他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是做 那该怎么做就该怎么做 那不是跟演员一样吗 其实我觉得是耶 其实我觉得是 其实演员有时候比较讨厌 他需要花时间过去 对 那对他们来讲 他就是一个job 你不能 这样听起来有点冷血 有点冷血 可是我觉得不是 因为他里面还是充满了 这个职业该 该有的那些尊敬 该有的那些 认真或什么 那我一定要先吐槽 因为其中有一小段 真的是很职业 他会跟大家透露一下下 哭的那一段啊 在路上的那一小段 OK 嗯 你不觉得那还是很职业吗 他是一种职业啊 可是在那段路上面 当我过那段路 我到这段镜头 他就是开关关掉的时候 他就变成是阿晴了 对 对 我反而觉得他变回阿晴的时候 他比较有真情 哦真的吗 对 他扮演校女 在哭的时候是很假的 是啦 可是他一回归到正常人 反而这个角色变得很有厚度 嗯 我很喜欢这个角色 嗯哼 所以呢 所以 嗯 我不知道耶 所以你们真的有去访问 或接触类似的校女这种工作者吗 没有耶 其实是我在写剧本的期间 这类的人是我从小到大 就一直看到的 在彰化的乡下 那我觉得他们代表是一种 乡下那种很干练 很坚韧的女性 他什么都可以做 什么都愿意做 那我觉得阿晴这角色 他可以那么自然的切换各种角色 像开开关那样子 就是因为他已经有 足够的人情试图跟历练 所以他们在每个位置上 他都非常神态自若 对 不管是一个真情的女朋友 对不对 因为他是道士的女人嘛 对对 或者是跟这些商家 其实他本来就是认识接触过的 对 甚至他譬如说他赶场 对不对 红白场 对我就觉得很妙 就感觉他很像一个 所以我才说他是地方的大街头 是啊 是啊 所以他不是弱势族群哦 不是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他是那种 他随便打个电话 可以找来很多人 对对对 但是绝对不是黑道 绝对不是黑道 你说可以跟县议员哈啦 哈哈哈 之类的啦 真的是很好的一角色 对 很有趣 所以在这恭喜你得到了台北田银剧 那你可以讲 谢谢 想要角逐金马奖吗 还好耶 还好 对啊 因为你还还算是比较新的演员嘛 对 以影世界来讲 对 所以 已经开心就对了 OK啦 OK 我感觉你有点没有很开心 嗯 因为对我来说 我在乎的是表演啦 其实说真的 做这件事情 好有热血的 哎 所以我之前是回来剧演员啦 对 对啊 好 对 那接下来另外一个 你算热血吗 因为你还是文化大学美术系的在学生 我很热血 你说对于演是演戏吗 嗯 对于演戏 对于演戏来讲 因为我本身是美术系的 然后 所以你主要在画画 对 主要是做在画图 对 但是我觉得 嗯 用另外一种形式去转换的话 演戏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奇的挑战 对 那你为什么会演戏 看大家讲一讲 为什么 你说怎么会有这个功能 对对对 功能 因为我小时候有很强的表演欲 然后从国小的时候就会 台上会需要 上台做一些春暉的宣传啊 不准CN啊 不可以飙春暉 春暉 春暉专案 对对 然后训导处老师就会要 一些小朋友上台做一些表演 所以你是扮演正派还是反派的 有时候正派有时候反派 因为你看起来还蛮像反派的 主要像那种 那种不乖的学生 还是混什么 对对 真的吗 没有啦 因为他现在是念美术嘛 就比较多 创意的 不同 可是那个时候 在那个表演的时候 因为他需要一个简单的剧本 所以那时候都是我马上想出来 就即兴自己编剧 对